他怎麼在外面啊? 他可不可以自己一個人晚上不睡覺到他們找走去吧? 腳步聲來自一名女性 在昏暗之空看不清楚他的身影 但是他的舉動很明顯有點奇怪 光冒煙遮住眉眼 像是刻意變成耳目般的走著 彷彿還躲著什麼人一樣 彷彿又什麼人在追著他一樣 他怎麼會穿這樣啊? 他穿著淋雨的底身服欸 其中一名男人開口說到 雖然他說的是流暢日文 但仔細聽還可以聽出夾雜的一絲外國口音 在稱作狗的女人 抓到幾個男人的包圍 她就只是待在那邊不動 這個是 綠色眼睛 這是淋雨吧 這是假扮成鉤的樣子的淋雨吧 因為我記得鉤好像是偏藍色嘛 其中一個男人這麼想著 這空中還真輕鬆啊 只不過是要把銀球弱的女孩帶走罷了 這是淋雨啦 那聲音彷彿像個信號般 不要著女人男人們逐漸靠近 他只是露出一副膽怯的樣子 看不出要抵抗 有三根像是下場般的物體在滾動著 手斷了 可是淋雨平常晚上就這麼 這麼危險一個人在這邊找來走去喔 真的遇到很多人的時候 淋雨一個人也沒辦法吧 蛋碎了 這要從女人背後襲擊的男人 發出大聲的慘叫 波朗先生也在 這兩個人 以他們的個性的確不會一直 採取那種被動的姿態 他們肯定主動出擊作誘爾 然後再把他們解決掉 很厲害 哇我也在啊 幹那些強壯的男人竟然被擊倒 摸口中的時候這些老套的話 從天晚上這個體格就看得出他多強 但更令我令夢想 刮影像看的是另一個人 果然是你啊 變裝 好像帽一樣敏捷的身手 特別是他的筋實又縮縮自如的腿 所踢出的踢擊 看起來簡直像是藝術一樣 好 私底下在這邊打人 累積經驗值 1月15號 連刀槍都來不及掏出來 那人們就這麼全都倒在地上 幾天之前 那拳肯定也很焦急了吧 想到這點的我 你練了一項助戰計畫 助誘爾 所以真的我覺得可以同步進行的 一邊就是這樣子 勾的誘爾 另外一邊就是 那個秘密日記 筆記本的誘爾 你真的叫達魯靠他的駭客技術 去弄一台 長一模一樣的筆電 然後弄一個 一樣很難破解的那種密碼索 然後讓他們花很多時間去破解 結果破解出來發現這個是誘爾假資料 這樣不就好玩了嗎 說不定在這條世界線上也是一樣的 這麼考慮的我 拜託了盟譽 所以我們這邊把一些情報流出去 盟譽啊 盟譽現在 他勝過淋雨還有勝過天王寺的 也不知道有沒有勝過天王寺 反正他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在情報的掌控 這點特別強 至少比淋雨強 所以叫他來放這些情報 還不錯 現在全完美的咬下我們撒下耳了 但只有我一個人躲在巷子的轉角 看了盟譽那麼戰鬥 實在有點丟臉 那就算我出去也派不上用場 反正都會被他們認為在那邊愛手愛腳吧 既然如此 交給他們兩人才是明智的決定 那邊耳機傳來了達魯的聲音 為了可以及時溝通 我把手機保持在通話狀態 對於淋雨自願成為誘餌的事 大陸只要最後都堅決反對 這...這也是當然的啊 你需要擔心的應該是他的對手才對 天爺口哨聲 天爺口哨聲 天王也是用他除了像樹幹一樣的手臂 抓住男人的手 但是... 心碎爆炸聲 心碎爆炸聲 蛤 那是消音器吧 他把... 把他們自己人殺了 自盡了 抓到這種程度 有一個男的像我所在的巷子逃了過來 我們的目的是抓住他們 讓他們... 吐出自己真實身份 這絕對不可能是為了錢 而做到這種程度吧 第二碼是他們也被... 要挟了 像當時... C人對尋覓者他們這種做法 第二碼就是被洗腦了 除了利益之外 信仰會讓人做出這麼... 這麼瘋狂的舉動啊 就只有信仰了吧 當然這個信仰不是說自己相信啦 有可能就是被人強迫洗腦 好不容易抓住了線索 我就要溜掉了 我不禁思索地跳到男人面前 那他突然掉出來 他... 繞住瞬間的猶豫 說不定這個人也很強啊 可是我廢了可以 那他的腳步完全沒有減速 就這麼繼續衝刺 那他的腰間 看到有什麼東西在發光 那是刀吧 我真的當坦了啊 哇 保障他不會做出什麼自殘行為 把兩隻手固定住了 我好像被捅了一刀啊 淋雨 就是那 這邊 這邊是輪太陽第一次受到刀傷對不對 他在我們第一條世界線裡面 他被槍打到過那個太陽穴附近 那時候沒有死 但這邊是第一次的刀傷 所以我對刀子的抵抗力 是從這邊培養出來的嗎 嘴裡 他嘴巴好像被毛巾的東西塞了起來 天王室的襪子 天王室的襪子 什麼九根啊 音像管喔 他把他手指掰斷了 那時候 他把他手指走 他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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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哭的聲音 這就是真正的天王室律武 FB的真面目 裡面不改正了 注視這個 不然我想回避世界的場景 我還在那裡 我還在不斷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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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場拷問啊 不要抓回去 抓回去 他不如我們心中 嗯? 怎麼 一本 再一本 我覺得直接折下面那根就好啦 不斷的左右搖頭 這根不斷的左右搖頭 換了出來嗎 而且 有點毛巾被拿出後,他又不希望別人聽到音量 在天王子的耳邊細語 突然天王子的臉色變了 講出來了,而且 又是他們 戰略預測公司 美國智庫 人拼命的再次左右搖頭 我聽過這個名詞 在我還是中二變的時候,在我路上查過了 被稱為影子CIA的美國民間情報公司 他們專精於軍事關係,傳聞他們的能力在海灣戰爭跟伊拉克戰爭中發個零零禁止 的確是人私人巡警者,天王子都感到麻煩的傢伙 連伊拉克都射入 這個假消息 這個對手恐怕不好對付吧 他現在不是害怕的時候 我解算是達魯的目的了 我看到全天虛軟無力 我剛這樣子對達魯講,希望那個人不要聽到 不然我們放他回去的話,他就講出去了 現在的我還不能退縮 接下來才是重頭戲 這你應該最清楚吧 他沒講,我也覺得不對勁 不可奈何天王室 拿出身子把他綁了起來 可以拿回去做人印象館囉 雖然我很在意那時候為什麼處理這群人 好可靠天王室 比起這個 有更了解的事情等著我去做 我向天王室道謝後 跟林雲一起趕向LAB 戰略預測公司 我總覺得還有另一派勢力 而且從 我現在還是不太確定朱棣 朱棣跟雷金斯捏到底是不是隸屬於 同樣的戰略預測公司 還是說朱棣屬於另外派勢力的 反正老雷是確定是戰略預測的特務嗎 好不容易趕到LAB 好不容易趕到LAB 在那裡 只有你跟菲利斯他們全都到齊了 那狗也在 狗也來了 他的威脅很亂 臉色也很差 感覺隨時會出事的樣子 之前太進去的 之前太進去的 這傢伙真是不怕死耶 為了咖哩 阿咖哩 你看到這種態度 我不用問也知道啊 哇 這個傢伙 真神人 由於這次奪回勾的計劃失敗啦 在綠色公司可能會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我們沒有時間在這邊磨蹭啦 而且 我到底是被傷到哪裡啊 咖哩 顏色悪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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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斯也在 他突出了我的大衣 咖哩 酷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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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糟了 我這樣子之後要逃跑耶 這也是一個 這個問題啊 我這樣沒法跑很遠了吧 我還需要休養時間耶 這這麼關鍵的時刻 這幾天下來 她已經變得十分虛弱了 她雙手在空中遊蟻 媽媽... 媽媽... 哪裡... 媽媽在這裡啦! 你在旁邊啦! 你... 媽媽... 我... 這個媽媽... 消失了嗎? 我... 媽媽... 媽媽... 我...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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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駭進了戰略預測公司的資料庫 發現那邊並沒有溝的記憶 保存的話 怎麼辦啊 我們最後就是在賭這一點 如果沒有那個資料可以用的話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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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大 check... 媽媽... 傳人家的詞. 總之aper,你 Gardens去 那是鴻利奇說的話 人格跟記憶是不一樣的 就算郭也有鴻利奇的記憶 也不代表他體內也有鴻利奇的人格啊 但是 那確實是鴻利奇的話語 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那時大家無說過 去救證有理 說他無法欣賺證有理來讓自己活下去 或許我萬本之一的可能 鴻利奇的記憶就會這麼在勾的身體裡固定下來 即使如此 大家還是會做這個選擇吧 我會選擇自己離開 我會選擇讓自己消失 我口中說出的話 是根據鴻利奇記憶生成的新的人格所說的嗎 無從得知 但他毫無疑問的是轟一些話語 現在的他只不過是記憶這有沒有心體的存在 然為什麼 為什麼即使只剩記憶的現在 他還要受這種苦 難不成是廢僚折磨他才行嗎 對不起 雖然 居然 歐利奇 我忍出想要這樣大腳的衝動 現在達魯悟悟道 等下!快點!快點! 氣氛越來越緊張了 還沒嗎?還沒好嗎? 快點!Bingo! 看下電腦的螢幕 好多人名喔 最大的 因為真煩他 他們住過阿瑪迪斯嘛 所以他們知道人格資料是多大 約翰 2036年 這一個世界線 約翰提托 阿法世界線的約翰提托是 是淋雨嘛 所以這個世界線的約翰提托是 原來不是阿 售喜名稱 K6206 K6205 資料想像中有許多人用編號命名的檔案 資料增加了 我們在研究段階 沒有這麼多 也就是說 在研究被凍結之後 這些資料以某種形式落到了 斯特拉多夫手中 在他們那之後 又進行了多次的驗證實驗 K620 K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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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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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方法跟紅衣協時空跳躍機比起來 可以說是再簡單不過了 因為記憶是原本就存在的 不需要VR頭盔 也不需要電話微波爐 要把GOL的記憶送進城市解碼 再用CUN的LHC進行壓縮 把壓縮完的資料轉移出來 再用手機傳送的話 快點! 完全囲成了 誰? 準備好了嗎?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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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把臉色鐵琴的看著螢幕 怎麼搞的? 火爺爺 真的要上去嗎? 如果失敗的話 警察也會... 這時候沒辦法想退路了吧 我把手臂繞過達魯的背 另外一隻手牢牢抓住了正反的肩膀 對阿!我是最有經驗的人阿! 沒問題了!正反! 去吧! 我離開了電腦 走到彈在沙發上的弓面前蹲了下來 永別阿! 好力氣 出發! 這個時候 不接 如果其他外來訊息被我接起來的話 他可能會打亂現在LHC傳送回來的這些記憶資料 這裡時候不能接 被我們聲音叫在空中 雖然這一定是 非常重要的電話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接 他最後說的話是 說是這句話的人 是來著紅綠漆嗎 還是勾呢 我猶豫了 我的手指 擋住我的手指 我猶豫 我猶豫 隨後 你在勾我臉頰上的手機 停止了聲響 感谢观看